近日白俄羅斯反鑽公園破壞鐵路 阻止俄羅斯從白俄境內向烏克蘭轉運物資 支持俄羅斯的微博大V盜用相關配圖 將其改編成波蘭公園破壞援助烏克蘭的鐵路的假消息 自由亞洲引述波蘭園消息指 波蘭和烏克蘭的鐵路從未中斷 公園也沒有罷工 批評那些中國微博大V赤在造謠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各國不少退役老兵前往戰場支援烏克蘭 但近日網絡指出 一群中國越戰老兵連數要求幫助俄羅斯作戰 日美《全經新聞》台北支劇長矢板明夫表示 這件事並不簡單 應該是他們的一種變相維權炒作 中共二十大前當局大力清洗政法系統 3月21日中共最高法院前黨組副書記 常務副院長沈德勇被查 成為今年首個落馬的正部級老虎 中國福建廈門一家名為日益科技的公司 於今年1月下旬都來宣告在香港上市 還隆重舉辦了一場上市儀式 近日卻被踢爆涉嫌假冒其他公司的股票代碼 欺騙投資人 並時間輿論化人 最佳公司3月21日公開道歉 宣稱該公司是被一家上市顧問公司誤導而出錯 新桃雅海電視總理報導 感谢观看